中国一家法庭 星期一以走私毒品罪判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死刑 有关详情 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 乔战 是的 主持人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14日发布消息 那么加拿大籍的被告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死刑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一就这一事件表态 他对媒体说 作为加拿大政府来说 中国开始选择武断地施加死刑 令家方极为关切 特鲁多说 我们所有国际上的朋友和盟友也应如此 根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信息 法院认定谢伦伯格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火同他人走私冰毒222.035千克 其行为构成走私毒品罪 此外 消息中还强调 谢伦伯格系主犯且系犯罪计罪 谢伦伯格否认相关指控 有消息说 他在庭审中表示 他在无意之中卷入了一起国际贩毒集团案 据路透社的报道 谢伦伯格的律师表示可能将提出上诉 谢伦伯格最早于2014年被收押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1月20日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谢伦伯格有期徒刑15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 驱逐出境 根据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信息 谢伦伯格对判决不符 提出上诉 此后 检方在上诉庭审中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为从犯和犯罪未遂 并从轻处罚明显不当 此后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法院判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死刑的裁决 可能将激化中国和加拿大本就已经紧张的关系 去年12月1日 加拿大应美国请求 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美国指控孟晚舟隐瞒了华为和一家 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子公司的关系 致使银行从事与美国对伊朗制裁相抵触的业务 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 孟晚舟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美方目前正在寻求将孟晚舟引渡回美国受审 这位华为公司的高管目前已经获得保释 加拿大的司法当局将决定是否将他引渡到美国 在孟晚舟被逮捕之后 中国方面先后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 拘押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商人斯帕弗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上周 在一篇刊登于加拿大报纸上的文章中表示 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的行动是自我防卫 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紧张 使谢伦伯格一案吸引了外界更多的关注 有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法院重审谢伦伯格案 与中国华为公司首席操务官孟晚舟 被加拿大当局逮捕 并即将被引渡到美国这样一个事件是有关联的 并且质疑中国重审此案有政治操弄和外交考量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在上周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被问到了有关的问题的时候 他反驳说 希望提出质疑的人 不要因为自己把法律问题政治化 就轻率地怀疑其他国家也把法律问题政治化 此外 美国西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易斯认为 谢伦伯格受到的是根据中国法律所能给出的 最严厉的裁决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有关谢伦伯格先生案件的信息中 我注意到一件事 那就是根据刑事诉讼法 他已经被判处死刑 虽然不是立即执行 但也是会很快执行 另外的可能性 本来可能还有从最初的15年有期徒刑 转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种缓期死刑 法庭报告显示 至少有另外一名参与这一被指控犯有的罪行的涉案人 受到这样的判决 死刑通常会被减刑为长时间的有期徒刑 所以谢伦伯格先生受到的是根据中国法律 所能给出的最严厉的刑罚 那么根据中国刑法中的规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 海洛因或者甲基本炳安 也就是被俗称为冰毒的毒品50克以上 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应处15年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感谢桥站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 感谢桥站